新鮮研磨的咖啡加上鮮奶与冰块就成了美味的冰拿铁 这家位于基隆市暖暖区远远路上的卖场 每天大约卖出四五十杯左右的咖啡 结果五月一位幸运儿只花三十五元买冰拿铁 就中了发票特别奖一千万 全年这边开出了一千万的特别奖 那消费者是在5月28号用35块钱买了一杯冰拿铁 然后就中了特别奖一千万 非常的幸运 同样在暖暖区一位民众在便利超商 以会员点数加9块钱买一杯咖啡 也幸运获得两百万投奖 不过即使发票没中奖也别担心 8月起只要以手机载具储存云端发票 累计一定章数就可以获得额外抽奖机会 个人储存云端发票累计达到四百张以上 还有机会抽云端达人奖 因为财政部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来一起减止减探 那用消费结账的时候 用采取手机条码各种载具来收取云端发票 那么也让消费者能够实际来体验 这个云端发票对我们消费生活的便利性 还有对整个环保的贡献 那么所以在8月1号到10月31号 特别推出了一个发票存云端 好康又环保的抽奖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只要消费者只要在财政部的电子发票 整个服务平台去完成领奖账户的设定 然后每一张发票的消费金额在10元以上 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这项云端发票累积抽奖活动只到10月底 财政部国税局方面期盼 借此鼓励大家 以载具储存云端发票 减少索取资本发票 既便利又环保 何乐而不为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